台中一家夜市海鮮烧烤摊 挂出了真公毒生讯息 不刊版却写着薪资用颜值计算 让不少逛夜市的民众路过都忍不住回头 还有人po到网路上 戏称自己的薪资应该很高吧 贴文引起了网友讨论 而实际找到这名烧烤店的老板 他说只是希望用颜值来招揽生意 不劳工局强调了 这样的真材条件已经处罚 一张真人看板上头写真公毒生 但薪资却以颜值计算 没错 你没看错 这样的看板就出现在台中的夜市 烧烤摊贩为了真人贴出看板 让不少逛夜市的民众看到都忍不住回头 还有人po到网路上 戏称自己薪资应该很高吧 底下有许多网友留言 有人说惨了 去还要倒贴钱给老板 也有人说老板会破产 如果他没有能力的话 你就是聘请他 因为是在开玩笑 不过实际找到这名烧烤店的老板 他则说这是真的 目前工作生 真的是以颜值下去计算的话 也是有做到两百起的 工作能力OK 颜值OK的话 那当然薪水 薪水相对的会比较高 业者表示希望靠颜值招揽生意 不过劳工局则表示 业者用颜值真材记性已经违法 以他的颜值来决定薪资的话 会比较涉及旧服法第五条的 第二项第六款的 就是说他在真材的时候 他的一个薪资有没有公确实的公告 劳工局强调用长相作为记性条件 触犯就业服务法 并且薪资必须要揭露 后续介入调查 如果查证属实 不排除依法开罚 不过烧烤摊的真材广告 用颜值计算薪资也引发话题 记者谢建宗林佳英台中采访报道